汤家火山爆发全国失联 为何中国大使馆能最早报平安 中国的北斗导航卫星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相比较GPS 中国的北斗卫星又有何独特的优势 1月14号起 位于南太平洋岛国汤家的 红阿哈阿帕伊岛的火山连续几天喷发 让这个平日缺少关注度的太平洋岛国 一下子成为世界的焦点 据获悉巨星火山喷发引起当地强烈地震 多国发出海啸警报 巨大的火山烟雾在太空都清晰可见 而此次的汤家火山喷发的威力 相当于1000枚广岛原子弹爆炸 汤家作为一个仅有10万人的岛国 其后果也难以预料 更让人揪心的是 火山喷发后一段时间 汤家全国失联 据获悉 火山喷发引起的强震切断了当地的海底电缆 导致全国通讯中断 包括首相在内的政府人员与机构全部断开联系 历史间汤家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外界一无所知 而在经过了两日的担忧 1月16号 中国外交部领事保护中心率先发布信息 证实中国驻汤家大使馆已经发回消息 称当地的中国公民尚无伤亡报告 这一消息无疑使人松了一口气 而在中国大使馆发出消息同时 汤家政府依旧处于失联状态 也就是说 中国大使馆可能是最早报平安的机构 那么问题来了 为啥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大使馆依旧能保持联络呢 就有人提到了一个关键信息 那就是北斗导航卫星 在这一次的汤家火山大喷发事件中立下大功 北斗导航卫星我们都不陌生 作为与美国GPS欧洲加利略 俄罗斯格罗纳斯同为 全球四大导航系统的导航卫星 自2020年 北斗三号导航星座成功组网后 北斗卫星被认为是唯一能与GPS竞争的存在 那么这一次 北斗卫星又是如何在汤家火山中发挥作用呢 此前就有人提过一个问题 如今全球都在用GPS的情况下 中国为何要花钱花精力建造北斗导航系统 其实这个问题很好回答 一来拥有自己的导航系统 可以使中国在该领域不受制于人 对于打破国外封锁具有相当的意义 二来 北斗导航卫星并非只是GPS卫星的复刻 而是有着独特的功能 正是这个功能在此次天灾事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对北斗导航卫星系统做出贡献的 80后北斗女设计师徐颖 就这样形容过北斗卫星的这项功能 假如有一天一个人不慎流落荒岛 无法得知位置 如果他手上只有GPS设备 虽然能知道自己的位置 但是却无法告知别人他的位置 但如果这个人用的是北斗导航的设备 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通过北斗系统的互动功能 他可以将自己的位置信息 发动到几百公里外的人 并且很快就能得到救援 因此北斗卫星与GPS有一个很大的区别 那就是北斗卫星能实现设备持有者 与导航卫星的互动 使用者可以将自身位置信息传给卫星 卫星能将信息及时反馈给地面指挥中心 而GPS只是单纯接收信息 无法实现互动 北斗卫星的这个功能 叫做区域短报文功能 能不借助网络 仅依靠相关的北斗设备 就向北斗卫星发送文报消息 而北斗卫星又能将此消息 传递给地面接收部门 实际上早在北斗一代的时候 北斗卫星就具备区域短报文功能 而这项功能初次发挥实力 就是在汶川大地震的时候 2008年 四川汶川发生8.0级特大强震 镇区道路受损 信号塔倒塌 导致镇区信号中断 处于外界失联的状态 为了参与救援 解放军空降兵 阻止救援人员通过跳伞 抵达镇区位置 抵达后 他们又是如何与外界联系呢 靠得正是北斗卫星的 区域短报文功能 这些救援人员通过北斗终端机 绕开营运商向外界发送文字短信 从而为汶川地震的救援 争取到宝贵的黄金时间 不仅仅是在国内 在2015年尼泊尔大地震中 中方派出的救援人员 同样通过北斗特有的短报文服务 发送救援位置与救援信息 在此次救援行动中立下大功 值得注意的是 在早期的时候 要实现与北斗导航的互动 需要购买专门的北斗通讯设备 但其高昂的价格 也使得一般普通人不会去采购 基本上只有登山员 与出海打鱼的渔民等特殊职业 会配备专业北斗设备 但随着北斗卫星的升级 如今北斗导航的区域短报文功能 能在智能手机上就能用 这意味着如果我们在无人区落难 或者是突发的天灾 有手机就能救命 如今市场上的主流手机 基本上都支持北斗 就连此前不支持北斗的苹果手机 也在最新的版本中支持了北斗导航 另外在北斗一号的时候 区域短报文功能 只能发送120个汉字 而升级到了北斗三号之后 可以发送1000多汉字 还可发送图片等信息 应用场景更为丰富 和如今的手机短信一样方便 而这样使用的功能 不说伽利略和格洛纳斯 就连GPS都做不到 这是属于北斗卫星独有的功能 根据2019年年末 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的统计 全中国已经有7万余搜渔船 和执法船安装北斗终端 累计救助1万余人 有意思的是 在2020年的时候 美国媒体国家利益投入 美军为其UR侦察飞行员 专门配备了支持北斗导航的设备 以此来应对突发情况 换句话说 目前北斗导航不仅是中国人在用 就连美国的军事人员也在使用 另外值得注意的一点是 此次火山爆发的国家 汤家位于南太平洋西部 距离中国将近1万公里 但是这里依旧可以与北斗卫星取得联系 2020年最后一颗北斗导航卫星成功组网 意味着北斗已经覆盖了全世界每一块角落 日媒日经亚洲评论报道称 中国开发的运行卫星数量超过美国 成为全球最大规模的导航卫星 并且在130个国家首都上空 一天中可观测到的北斗卫星数量超过GPS 不仅如此 中国也与120多个国家签署了北斗合作协议 从东南亚到北非 北斗卫星成为许多国家的主要导航卫星 根据数据统计 在2011年之前 中国的北斗导航还未能实现国内全区域覆盖 当时美国的GPS导航依然在中国赚走大量钱 根据市场调查 2006年的时候 与GPS相关的全球导航产品出货量超过4000多万台 而中国则为50万台 随后 由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加速 对GPS的需求一度暴涨 据统计每年美国人依靠GPS至少能从中国赚走100亿人民币 但随着北斗导航系统的逐渐完善 并且性能与定位精准度上也逐渐加强 北斗导航开始与GPS争夺国内外市场 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就此拉开序幕 祝贺席在北斗导航普及之前 国内的GPS定位产品价格普遍在6、7千元人民币以上 之后 随着北斗导航与GPS开始争夺国内市场 GPS产品的定价一下子降到了三四千元 其后更是进一步跌破两千元 由此足以见得北斗导航系统给GPS带来的压力 而到了2020年 北斗全球网的组建中国依靠北斗导航系统 已经创造了高达四千亿人民币的价值 并且计划在2025年达到一万亿人民币 一次意外的天灾 让中国的北斗卫星展现了自己的实力 也展示了中国的崛起